好了 硬要财神庙 我们感觉全身充满财气 那我们一定要来到了这个内湖 硬要告诉你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回到台北的内湖 为什么 不过你看看现在呢 我们身边就是有有钱人最喜欢的 港前路超跑特区 我们的后面有一台 哇亮闪闪的法拉利 旁边就是你最熟的 法拉利 然后再拐一个弯 就是男人很爱的 麦拉伦 兵力 奥斯特马丁 他通通都在内湖 你知道吗 我觉得特别带你来啊 就是因为财神爷给你一笔大财富之后 你就要来这边再入手一排 全台北市最有钱的地方 就在这里你知道吗 不是应该是在大安区 那个新一区啊 那个豪宅伶俐啊 没有错 一般人都是这样子认为 但是呢其实这几年的统计啊 最有钱的地方就是台北内湖的保湖岭 等于说呢你走在路上啊 可能这样上溢的 地主 身价上溢地主 对 不过我跟你讲啊 其实我们说内湖的居民其实常常在抗议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都是超跑啊 不像它毁掉了 就不用做了 你知道吗 那个开车压力很大 那内湖呢在明泉隧道开发以前呢 这边呢基本上还是都是农田啊 一片荒芜啦 所以有人讲说晚上黑猫猫的一片是正确的咯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啊 第二次呢其实内湖的开发呢 其实远距河西时期就有啦 当年这边就是凯塔格兰族呢 他们的活动的地方 那在前方时期呢 我们说 其实就有记载叫内湖庄 那我们说呢 后来呢我们说在70年代以后呢 内湖呢才正式的开发 我们说内湖那个时候呢 开始发展所谓的轻工业 因为以前呢 这边是禁建的 那后来呢解除禁建之后呢 包括基隆河结完曲子呢 内湖的开发也蒸蒸日上 一直到现在21世纪呢 内湖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重镇 所以才会超好都开在这里啦 因为呢就有钱人特别多嘛 科技好赚啊 可是你刚刚讲到了 这边啊讲说这个 土地寸土寸金啦 大家都要抢进这里啊 甚至很希望能够买一个 内湖的大楼当做企业总部嘛 是 但是呢在这里有一块地 到现在哦 800多坪哦 不管你多么有钱有势 你呢多么多么的合逸啊 都没有办法来取得 更没有办法去盖大楼 我告诉你因为呢 这是内湖最大地主林秀郡 他们家家族的家族墓地 一个神秘富豪 对 我跟你讲这个很厉害 而且内湖的林家 比起这个板桥林家哦 其实发迹的还要找 发迹比他们更早 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内湖神秘帝王家族的故事 一个礼拜天晚上八点 绿路台湾就在森里